卡到鷹很嚇人 但我頭一次聽到 卡到錢也沒什麼好事 也很恐怖 卡錢?卡錢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跟你講是卡到鬼錢 卡到名字了 聽說今天的撞鬼Online 這個鬼故事的起源就是因為 車子底下你卡到人家 不是人家 是鬼家的錢 所以是 還蠻恐怖的 接下來就是要來進行我們的撞鬼Online 不過在節目的最後 還會有我們的攝影記者陳恩芳 帶大家去看看台中的 舊市區的風華 最後也別忘了鎖定我們下週三同一時間 蘋果先放視 掰掰 老師在三支的一個房子 就是看風水 一進那個家裡面 就聽到有人在念經 再往二樓一看 是一個靈堂 哇 他怎麼事先沒有講 這人還沒出病 就叫我來看風水 這個屋主講話 他說老師我今天請來的目的是 因為實在是 我們家在兩個禮拜之內 死掉了兩個人 外家一條狗 民俗上說的死掉三口人 其實這個在當博是意外死亡 那麼這個博是生病死亡 他家的小狗呢 在過馬路的時候呢 被一台車怎麼撞死 在辦喪事時間 再發生什麼不幸或者意外 那麼這實在太恐怖 都看完之後 那麼老師呢 在回憶城的途中 前面有一台救護車 救護車撒的名字 沿路一直撒一直撒的 比較一個不平靜的地方 通常我們不會先回家 我們會先到就是人多的地方 或者大廟呢 去呢做一個進化 我的那個騎車雷達不斷的響 可是後面沒有人啊 老師只講了一句話說 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停好車 沒想到呢 車子不就不叫了 我就想糟糕了 被跟上了 但是不曉得被什麼東西跟上了 回到我們的辦公室 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 再倒車還是大叫 我又下車講了一句話 我都到家了 阿是還要怎樣 一定要很兇喔 就這樣那個禮拜呢 老師沒有接到任何的一個暗示 可是呢每一次倒車都出現問題 是一個不順利的禮拜 車子是不平靜的 我們該做的都做 進化包含這車子呢 後來老師也做了一個處理 老師還做了洗車 居然都沒有發現這樣的一件事情 車子底盤底下 卡了一張名字 整整卡了一個星期 有一天很奇怪的 開車的時候 那張名字自己掉下來 名字一掉下來之後 事情出的事情都解決了 那個死掉三個人的那個家庭裡面 其實有兩個是出車禍 死的不是很明目 或死的不平安 男公講了衝頂 我的車子出死了 這真的就是一個警告 比如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